一下到那個我們程式碼的下方下面有沒有往下卷動到刪除檔案然後加一個什麼file dialogue這個我本來是交刪除檔案那這個是給自己給一個路徑的 自己給這個路徑的吧那後來我把它改成什麼這個路徑由誰決定了有那個跳出一個對話方塊那所以多增加了這兩行 所以這兩行就關鍵了以後的話其實你就自己打一個什麼application.f他就跳出什麼file dialogue然後再選一個如果是要選further就是目錄有沒有裡面有好幾個選項那你就直接選這個further picker就是他會有一個視窗然後秀出來對不對接下來的話就第一個你選的第一個那個直接丟給space就ok所以這個 我想你們就是先把這個刪除檔案這個程式複製一下然後貼到哪邊呢貼到有沒有工作表存存活躍的下面好了那我們試一下因為我如果希望 再測試一下就是說刪掉之後再跑一次的話那並且把上面這個工作表存存活躍改成什麼 再加一個用什麼將來的話也許我要指定也打改把它改成什麼一個目錄的話啊當然你可以再再做一次喔那這邊的話如果刪除工作刪除檔案我把它執行一下有沒有他第一件事會怎樣他問你說你要刪除的目錄在哪裡這個時候的話我放在桌面桌面上面有一個叫做工作表就它裡面的話呢按一個確定 先選取先選取按確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再來喔有沒有發現裡面所有東西當你選完之後他會幫你怎麼樣把裡面的東西通通刪掉 喔不過我好像這邊是XLS 好像少打一個X他居然也可以把它刪掉意思就是說他好像是什麼抓一個只要有某些關鍵字在他就會刪掉了 或者是說以後你要全部的檔案都刪掉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個副檔名本來是XLS 你可以把它多一個X 這樣副檔名之外 如果說你想說麻煩 以後反正不管什麼東西通通刪掉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一個信號 這個信號指的就是說 不論它的副檔名是什麼 反正只要目錄裡面的東西通通幫我刪掉 前面這個是檔名 這個是什麼檔名 這個是什麼副檔名 中間一定是一個點 刪掉之後的話 我們再重新再做一次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這個目錄有沒有 我剛剛是直接寫實的 可是如果我希望跟剛剛一樣的話 那我一樣可以把上面這兩行 這兩行把它複製一下 先把這邊 假設我今天工作表 要穿成活躍布 一樣不要寫實的 而是寫成什麼 寫成底線 FireDialog 所以我就再把這邊程式貼上 然後底線加一個FireLog好了 然後把下面刪除檔案的FireLog 這兩行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一樣貼到這個位置 它就會在什麼狀況呢 當剛開始的時候 會跳出一個對話 有沒有 對那個對話視窗 讓你去選 選完之後會丟給你一個路徑 那你就把這個路徑Ctrl C一下 把它怎麼樣呢 取代這邊 特別是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模仿底下啦 有沒有底下這個地方 就S配是AND斜線 AND後面的那個名稱 所以呢就把這個下面這個貼上 貼到這邊來 那一定是一個什麼 它的路徑 加上一個斜線 為什麼你特別說一定要有斜線 如果沒有斜線的話 它就不會是找根目錄底下 所以這邊一定要有這個斜線喔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你可能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然後把它跑一下 如果我要再再轉一次 然後呢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有File Dialog的 來試一下執行 有沒有它跳出來 告訴我一下你路徑在哪 那我是放在桌面 一樣是桌面上面的工作表 我要將來 轉完的東西幫我放在這邊 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會把最後的結果丟到什麼 S-PACE裡面 就是這個路目錄有沒有 這個目錄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刪掉的這個目錄 然後再來的話做後續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再來Copy一個新的 然後再來就是S-PACE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路徑底下 最後面沒有一個斜線 所以那個斜線沒有加的話 它會放到 等於是外面 然後OK 所以這邊的話 一定要加一個斜線 然後檔名就給它 存進去 第一個 你會發現升班就進來了 所以一樣的方法的話 全部跑一下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它13個班級 一樣可以丟進來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在你的這個程式 就變成不是寫實的 之前是固定那個路徑 那那個路徑 如果你給別人的時候有沒有 可是別人的電腦 跟你的電腦的那個路徑是不同的 那就不會work了 可是如果說你是寫一個活的 它會跳出來就是說 請它 比如說刪除的話 會跳出什麼 請你選一下 你要刪除的東西在哪裡 那你就選一下 這個目錄給它 按確定之後 它就刪掉了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存的話 一樣會跳一個目錄 請你選一個目錄 我要存到哪邊 按一個確定 好那這邊中分也拿掉了 直接跑 就全部都出來了 有沒有 不過它轉存 速度可能慢一些些 但是如果你貼心一點的話 你可以也是跑一個plus bar 就是讓它知道進度一下 ok好跑完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那個有沒有 刪除檔案 加那個fire dialogue的部分 再複習一下 好那另外就說 這邊會有個Do Why 還有個DIR 這邊有個DIR 這個是第一次 先找第一個檔 放進來 看看裡面有沒有找到 有找到就刪掉 如果呢 沒有找到的 等於是這個最後跳出 不等於空的就是有檔案就刪 如果等於空的話 就找不到檔案的話 就怎麼樣 離開了 就不會再刪了 那一樣的道理 等一下我們要怎麼 合併 合併活業部 把這些合併成一個 那這邊的話 當然也是一樣 會有一個DIR 有沒有 不 Do Why 會有個DIR 第一次先找找看有沒有檔 有檔的話呢 就是先幫我怎麼樣 這邊我有個 先 另存新檔 不等於第一 不等於一的意思是說 等於是 他不是第一 等於是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先產生一個新的 這個等下再來看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要把工作表 全部 跟 全部的活業部 全部的以色列檔 要把它存成一個的話 就是要做那個合併 活業部的部分 那這邊會也是一樣 需要DIR 跟那個Do Why 那個回圈 好